国发会主委管中敏今天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 他早就不认为有亚洲四小龙之说了 因为新加坡的国民所得比我们多一倍以上 不会觉得要跟我们竞争 而韩国加入G20想要挑战日本 眼中早就没有台湾了 至于香港则是挂在大陆巨龙的背上 自己台湾呢要看到自己的困境 谈到台湾近几年经济低迷 管中敏表示要解决目前的低迷状况 一是经济要先热起来 二是要生产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才有加薪的空间 管中敏也表示台湾今年有可能加入TPP 但想要加入呢 必须取得12个会员国全数同意 这就要让各国看到台湾松绑开放的努力